鴨骨和拳击在汤锅里熬煮 冒着蒸腾热气 香味四溢 煮好的猪肚鸭宝调味之后装入料理包 但是有民众买回家烹调 对内容物不满意 上网抠文 买了一包200元的煲汤买五送一 倒入买回的煲汤 里面竟然只有一段鸭脖 一段鸭翅 一小块皮 两块猪肚 民众到高雄高山一间观光工厂 买了一款料理包回家享用 似乎觉得里面的料太少 对此业者作出表示 业者解释一包料理包总重450公克 除去汤 单单料的部分 依照SOP 每一包都会足重100公克 业者也说如果消费者不满意内容 可以和他们做联系 愿意做换货等等的方式处理 因为这样子快200了 我觉得好贵 怎么那么少 实际购买其他料理包 猪肚鸡汤一包179元 内容物大约有两块鸡肉 四块猪肚 猪肚四神汤一包119元 有满满的猪肚莲子等等的配料 只是料理包制作过程和详细配料不同 价格自然会不一样 华尔新闻苏伊亭荣华北秋天宣音高雄报导 哈喽 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